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有几个分级 你也遇到开口要对外就有个说法 有个头衔 这当时闹着玩的 就这个样子的 所以就这么认识的沃土这些人 然后跟江洪聊起呢 当然我谈说言论主要 当然他觉得特别高兴 然后还叫我给他的沃土那些同仁 一块讲过一次 开始 多少人呢 十几个人 十个人都不到 在他们十大北十大一个什么教室里头 他那会在那工作 然后当然大家都很接受很同意 然后这样做 所以我把它就重新 原来写的就重新整理 就整理就比较长了 就四五万字了 就交给沃土去发表的 在前天后的沃土上 还发表了一些几篇文章 也是谈哲学的 也谈什么出版自由的 就这样子 那段时间呢 就是跟江洪这几个人 跟沃土的几个人接触多一点 你像王宁涛也是民主强的 但是此前我根本就跟他没有联系 也都不认识他 你在北大不认识他 一直到了79年的秋天了 都快放暑假那时候了 就团中央 就中国青年杂志社 召开了个座谈会 找了一些民间刊物的人参加 就找了四家民间刊物 当时影响最大的 就是包括四五论坛 就许文立刘青他们的四五论坛 包括王俊涛 陈子明他们这个北京之川 包括江洪我们这个沃土 和北大他们的今天 另外也找了探索的陆林 因为当时我影响也抓起来了 探索的陆林 还在接着干 长了这么一段座谈 那次我在第一次 在他中国青年杂志社 那个小屋里的座谈 我在第一次认识这几个人 包括刘青 包括陈子明 君涛 都是那时候才认识的 一批反革命开始认识 北大反而不认识 但是你还记得 中国青年报了个杂志社的社长吗 那是什么关志豪对吧 对呀老关了 老关已经去世了 老关跟我很熟 老关人挺好 人特别好 老关就是走着了这个人生之路 对对对 为什么越走越窄嘛 攀晓嘛 攀晓攀晓 后来他调到这个司法部 当了法制报的总部 这个我知道 这个他后来是我知道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朋友就是那个 朱正林 在那工作过嘛 在法制报工作 在法制社工作过 他也知道这个关志豪 因为朱正林也是他比我晚两届 他80届的研究生 从贵州考去的 也是因为思想反动 判了刑的 当反革命判了刑的 然后才给他解放出来 然后那天参加考研究生 考的成绩很好 结果还是不收他 因为要历史问题 结果他也是 就是为此就去写信啊 就去等于当个访民似的 后来人家居然最后还是收他了 然后把他事当一个典型例子 还得报上去宣传 那次那个事 中国青年杂志就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这个朱正林还没进北大之前 跟关志豪他们就有个特殊的交情 对你看那个时候 中国青年杂志 能够把你们这帮人请过去 真的是胆子很大呀 那时候团中央态度是很积极的 因为在民主强中间的时候 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团中央政策研究室嘛 那个主要一个叫谢昌奎 然后还找了几个年轻的 最早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唐克的儿子唐欣 唐欣 对 然后团中央研究室 包括唐若欣 那都是跑来跟民主强人打交道 唐欣后来到谁搞嘛 对 后来还不知道情况哪 当时副市长 然后又搞什么保险 钱的人不又给抓了吗 判刑了 判刑了 对那个时候 哎呀 冰花 你要北岛那个时候 我就认识 但是耗着我在你们家里经过北岛 对 就是北岛回处中国之前 没想到后来大红领巾哪 对 人生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 谭又欣被判刑 我们也是没想到 对 我一看 哎呀怎么他 难得他们都跟我们打交道 他们就是奉命而来嘛 这个奉命而来 是不是跟当时候的郑小平有关系啊 因为我记得郑小平 我不知道时间前后啊 他接近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专栏族家 那个是在民主乡之前嘛 之前 是七八年十二月的时候 但是他 那个讲话传出来了 对 大家就是 那个叫罗伯特什么 对对 诺瓦克 罗伯特诺瓦克 对对 诺瓦克 然后这个人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 这个人后来还很活跃的 是吧 但是那个讲话就是 使整个的民主乡有了一个合法的基础一样的 对对对 虽然是民间看物 但是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认为 郑小平是要立民主墙 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还是 另外一种可能性 他确实当时候也想呢 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你觉得哪一种 我想 他这个当时从 当然我们只能揣测 但整个来说呢 当时却有一个整个气候在那 你没说之前 别的用大自暴的方式 由于你看到的方式就已经在有 在民主乡之前 从文革之后就录了去没有断过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必然的 大家可以想在那种整个大情况之下 民间的社会中必然会有一些人 想发出他们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呢 从当时的局面来看呢 对当权的这些文革之后付出的这些人又有利 所以我当时我后来写文章 当权的民主乡 我就谈到这点 我当时他是一个千斩难逢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 不管他们的理念怎么想 他们那时候也需要开放 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受打压的 他们自己都还说 还一大堆历史分子说不清楚呢 所以他们怎么能够那个时候去挥舞几个什么什么革命反革命的标准 他们自己都还是刚刚出来没多久的 所以那是千斩难逢的一个机会 在那个机会的时候 就是一定的言论活动空间的出现是必然之事 这是我当时 而且呢 从过去的情况来看 这个时间一般不会太长 一般他把通过这种方式 把过去的很多怨气很多批评 发现出来之后 有些呢 就纳住新的正统 对不对 然后有些 然后叫重新设立编辑 有些又不准说了 那我刚才问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 他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我说就是 他一开始未必有明确的这种 这个谈法 第一他本来就顺势而为 因为有 他知道那是新设立编辑 到处都贴这个上访的了 也有一些 就发表议论的文字了 只不像是不那么明显而已 你那提案提到这个问题 他当于他当时的状态 他当然 会采取一个肯定的态度 而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他 但比如说他很让他并不是打定主意 我非要这样或者非要那样 当时肯定他还是觉得 这个是应该开访 或许那种搞法太不像话 而且他知道 社会上憋得多大一股灯亮在那儿了 我想他也知道这一点 但是他是不是就没有想到 后来这种运气到哪一等 要根本上走向政治民主化 根本上要否定中共独裁的这种政治 这个也难说了 以他那种经验 他未必不会想到这一点 那么他是不是最初一定要打定主意 所以我后来你看他那个 这个关于苏联就这么一个预言嘛 嗯 就是斯大林一死的时候啊 留下了这个两封信给他的接班人 锦囊妙计 第一封写的 遇到麻烦后打开 然后斯大林一死 哦当然你想啊 那民间党内的各种议论就出来了 是吧 麻烦就多了 然后这个接班人打开新闻一看 怪我 就是我的人 所以大家 开始批判斯大林的运动是吧 嗯 然后越冷越凶 要反党反社会主席了 麻烦更大了 然后第二封信 遇到更大的麻烦打开 你打开一看 照我原来的办法做 你看这两个议员写的很有意思 对不对 哈哈哈哈 还说免不了你前人做的那些坏事啊 你那天要爆发的 对不对 你怪我 你这要不告别的 最后那大家肯定那些人肯定要走 要求走得更远 那不行 你还得搞我那套 还得打下去 那就这个意思嘛 这 这 而且我们从经常见的目睹过苏联 你想 从何鲁晓夫二十大 呃 做反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的报告之后 出现了 曾经出现一组的解冻 但是后来 何鲁晓夫本人都在向后转 都在压制 只不过压制不算太凶 等到博烈 所有博烈日记夫都看不顺眼了 他们那帮人 把他也搞下去 以后就进入一种比较僵硬的 这个这么一个 这么一种场面 这么一种局势 那么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 反正这种情况 我当时就是 极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当时又见到了 我当时觉得 当然你除了看到郑小平和这个美国记者的谈话 认为这个言论自由是 中国人自由表达的一种信怀呼吁的权力 服务邦在后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吧 你刚才讲的团真央官之豪 请你们去 跟我们民主相接触 我觉得主要是胡耀邦这一派的意思 因为团中的团的系统 嗯 不完就是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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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团的系统 而且团的系统呢 肯定对 对这些态度就一直比较友好 所以就是从民主相职起 为什么他这些人 跟所谓团派那些人 关系比较好 就是他们最早是很明确的 就是同情或者支持 这个民主相职这些人的 对团派自己本身也经过了 几个阶段嘛 一个 在胡耀邦 和胡锦涛 胡锦涛 是非常好的 到了后来就完全是一个官僚 所以你现在叫团派 咱就是 这个物是人非了嘛 对 人都完全不一样了 人的里头进出的人 都不是一种人了 对 嗯 所以他当时呢 呃就是这么想 当然所以我当时就 我们呃都估计到 我当时就是个估计 所以我为什么当时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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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说肯定中国也会出现一个啊 像当年苏联二十大之后一样 出现一个自由化的阶段 出现一个解冻思想的解冻啊 但是呢过了之后呢他会重新关上门 但是我说我们能不能避免重蹈 苏联人的负责 能不能趁着他在开门那个时候 我们就打个鞋子进去 让他关不上门 嗯 所以我觉得就一定要抓这个机会 做一些更扎实的事情 嗯 造成一种不可逆的效果 这比你当时 呃搞些轰轰动轰很轰动的性能 更有更更重要 啊 而且我觉得他这些就是个机会啊 但是问题是 历史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 不是按照你合理的逻辑的运行 当然 所以我当然也知道了 所以我 我觉得我 所以我当时写的严重 我我我我都把话说的很白吗 我就说就是他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他肯定会关门 他一定会这个样子 一定要趁着这个时候 嗯 我们所以所以我就 后来竞选宣言都写的很清楚吗 不在意我们 参加这民论论 不在意我们要说什么 做什么的先说什么 先做什么 啊一大说这个下棋下围棋 要先做两个眼儿 你就活了 你就死不了了 别到头上 我说我历史上 历史上中国出现了多少次 这种局面的 有时候民主行是一派的 好大家都以为就是 这个呃 这个胜利是不可是是必然的 到头来一阵风吹来 荡然无存 所有成果一点不留下来 我无论无论不能不能那个样子 一定要这个时候一定扎那是个耳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言论最后就是最基本的 而且我的关键就是 我们现在是谈言论自由的时候 不是你真的去言论自由的时候 你要说一侧敏感的话 出去到上次共同的神经了 那他可能就打压你啊 对不对 嗯 他没那么好 他又会打压 而一旦他一旦开了头了 他以后就就不太止得住了 你最像民主前那个时候 好处就在就是整人的都下去了 上来都是挨整的 他们尽管文革之前 他们很多人也做过打压的事情 但是文革之后 付出他们是通过文革给他们输了罪了 是吧 出来手是干净的 对 所以没人去怪你们反右子 没人去怪你这个 只要你现在是走的这个 比较自由化开放 大家都很都能很赞成 没人会追究你过去的这些事 如果这个时候你又下手了 那你惯性在那 就成了维护你自己了 对不对 你一件事 你像抓了卫星上 他以后要维护这件事 你站到他就继续打压 他就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看来没这个第一个下手呢 他他要下手总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当时就想 我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把一些自由民主 一些最基本的事情 让大家深入人心 我一直想一定要深入人心 不要 因为中国这么大 每次事情搞砸了就说 中国有10亿人多少农民 我说你早干嘛去了 你早就该知道 那时候有机会 对10亿人说话的时候 你不去说 觉得没劲 对不对 其实就在京城 就在一些大城市 而就在一个有限的知识圈子 年轻人圈子里头 那大家就觉得好像就 就挺过一行 全国就这么回事了 那不是这个样子 中国那么大呢 就曾经有个机会 你要像八九民运的时候 你要早点回去 你所谓搞校园民主 搞地方民主 搞地方去启蒙 那时候没人管你的 对 那时候你都从前面 他巴不得 他已经如是正负了 你那个时候 你把东西搞扎实了 他以后他再干 想这么干就干不了了 每次你 对机还没打稳 就朝前的冲一打过来之后 回国再下 我们基础不稳 怪基础 那你原来干嘛去了 不是没有提供那个机会的吗 历史有这个机会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完成 就可以让一些自由民主义 最简单的道理 让他深入人心 因为你说了宪法规定 规定就要写在人的心上 要写在相当一批人的心上 不能及少数人才行 所以我当时就 为什么谈一样 我就是谈一样 就这一条 而且大家都共同体会 包括你当权的人 你现在在位的人 你们过去都吃过这个苦 而现在我讲这个问题 你们都不好说话 你们都不好出来 说这些不对 所以后来你看批评上 民主义上 也要些讲话了 批这个那个怎么样 没有一篇 没有一个人手上讲话 他提到我那个文章子 因为在那时候 他不可能提 他甚至可以对社会答案这个剧本 提出一些批评 对我那时候他没法提 因为整个气氛在那儿呢 但是你那篇文章发表了以后 是不是找你的人就特别多了 也不见得特别多 也不见得特别多 因为那时候当然我跟他们认识 也不太多 当然也就认识 通过那个时候 也就认识了一些人 除了北大的之外呢 就像他们 包括他们 这个社科院马列所的 余光远 他们在那儿 他们那个所 张继扬 对那也是 包括他们那时候 几个年轻人 什么林春李银河 还有什么张刚这些 他们当然 跟他们的接触就比较多 所以他们也都 都这个文章 就很感兴趣 我看后来 老陈希的回忆录 他们当时也看到我 那个言论的嘴 我们民主强时候就看到了 你看他本来就认识彭一东 跟王靖 就是本来就熟 所以他们就 握土的内部的事 比较清楚 别人都不知道 不太多 他们当然都还是 都还是很多 当然我也很失望 就是 我觉得这个反响 没有我预想到那么大 我想上楼那些人 有点开放的人 他们也该记住 这是个好题目 把这个题目抓住 把他炒热 那效果就会不一样 像一谈 这个改革开放四周年 谈什么时间检验 真的比较 就抓了一个题目 对 把那个问题扩大化 结果就 就起到很多 一个抽象的问题 一个理论性 但就解决了很多问题 就这个势如破竹 我觉得他们应该 我都说的那么明白 他们该醒悟过 对对对 我们先谈这个 我们不谈别的 对不对 而且我们就以文革的经验 经验教训为例 前车之鉴 从这个问题 就把就谈这个话题 你看我就很少 就发现没有人 多少主也有 你想张献炎 都写过文章 谈这个问题 还有我都对当时 写郭罗基 是吧 但是把这个问题 这么重视的人 提到足够的那个 应有的高度 的重视人 确实还不多 这个也让我比较失望 民间也是这个样子 当然我当然都能很理解 因为民间 从民间来看 民主强的人来看 他们有个太迫切的愿望 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 我认识当时一个民主强 一个还挺有名气的一个人 就找过我 他也挺喜欢理论 写个大波头的东西 就跟我讨论 我就谈了我的想法 他觉得我想谈的很 对 他就说 那这么那就不是 就你一个人说了 那我说什么呢 对不对 我就说 人家也想表达 不不用我想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 法律国大革命过去以后 这么多的文学作品 对 有这么多的 所谓的反思文章 对 那些反思文章 对我看起来不是真正的反思 好像是反过来一种说法 就是另外一种 和黑白分明一点的说法 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感性能力 你说中国没有文学家吧 有些文学家的文字写的还并不差 但是你这种文学家的组品 电影组品 就包括你们哲学界的这个组品 就中国人的这个思辨的力量 是不是 就比较缺少还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这么一场运动 还是他负责 个人的这种感知 有一种动物的感知的能力 可能是很敏锐的 可能是很动人的 对吧 但是他没有一种 就是说 抽象到一种程度 能够 真正有一种思辨的力量 你是不是对这个 跟这个民族有一些关系 跟他的 当然他从文革是从民主强时期 也就是 79年 78年 79年 80年 这些年就是中国的思想界 文化界 知识界 尤其是年轻人中 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 但这个东西 那段时间当然也 这点也让我多少 就是 有一些失望 就是说 出来的好东西 不像我估计的那么多 而更多东西呢 你看到的是极旧章 对 是形式好了 他才出来的 对 要是形式不变态 就算了 我觉得那么多 他应该像我一样啊 是 早就憋着劲 准备好多少多少东西 他准备人了 对不对 准备好了在那 压箱子 等到哪天觉得气候盒 就拿出来 应该是 你看 包括什么北岛他们这些诗 应该好的 都是原来写的 都不是78年79年那个时候写的 对不对啊 都是什么 娱乐科那个时候 都是在之前写的 你急救一张 也许就临时形式变态 你就受了鼓舞 这么写 那当然也不错 是吧 但是呢就说明 没有多少人 事先就在下党下功夫 而且这种形式演变 应该一般都能看得到的 另外就算你看不到 你也会认为 那么这个时代 你有这么些想法 这么些看法 你观察这么些事情 你觉得值得写 藏之名山 你也会写下来啊 是吧 这么一来呢 当然这个造成原因很多 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了 对 就是就是 或者表面了 对 就是你觉得他们是极旧章 或者是他们过去的东西写的还不错 其实在我整体看起来 嗯 是不是这个民族 他不是没有经过思考 是他是不是 摧毁一段思考的能力 嗯 嗯 当然这个也不完全进然 因为你看这共产国家中 所谓异议的东西 你要拿很高的标准的要求 那别的国家 好的也不太多 俄国的会好 俄国的东西就完全不同 因为有些国家是很小嘛 你要比的话还是比大国嘛 当然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能让人很满意 你包括这个俄罗斯 对吧 你就是说这个现在是一个 有有普京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个 他的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托洛斯基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啊 这个电视剧 他当然 列宁啊 就是斯大林啊 还是比较脸谱化 托洛斯基这个人写的挺 不错的 他不仅是他 跟这个 这个 跟这个 弗雷达 采在一起 说姓是一切的 你说马上要办展览吗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弗雷达的展览 2月8号 在布鲁克林 是吧 是一个什么展览 我不知道 你得网上去查去 因为我爱喜欢这个东西 我特别查了 哦 我也去参加 我也去参加 我也去看看 但是你就从那个剧里面 你就发现 对人性的思考 对历史的思考 对苏俄这一趟 变革的思考 是我看 是的是的 中国人的作品没有看到的 对 但是你要说文学作品 你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多少高度 那你说这个 这个哪个国家 揭开的那个作家 对对对 生命无法承受之前 对吧 你说他的这个 这个作品反思的程度不高 对 当然这里头呢 你觉得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面 反思的有那么高 我当然觉得 我当然觉得是真是 不能让人很满意 这是这点是肯定的 那据我的观察呢 当然原因很多 嗯 嗯 那首先是很多人呢 相当优秀的人呢 嗯 因为那么多年的运动 都已经灰心丧气了 都都放 就无形成放弃了 就本来特别有能力的一些人 都放弃了 所以呢 那肯冒出来的 往往就是就是 就跟我谈地下文学一样 那最先冒出来地下文学 都是浅层的地下文学 深层地下文学 可能出不来的嘛 对不对 嗯 因为他只有比较浅 嗯 他就和现实的冲突不那么大 啊 然后气候稍微一改变 他就成了地上文学了 那更深的地方 他太反现实 太反现状 所以那些人 他知道他拿出来上 是当局所不可能容忍的 啊 所以他就他也不会拿出来 不是拿出来也不会是 不会什么传播啊 所以这么一来呢 就是说那些有 有些更好的东西 恐怕很多就太死服装 有的就是 就无疾而终了 这种情况也很多 另外一条呢就是有 我从中国情况可以 观察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正因为有苏联 动物的历史先例在那 很多人一开始就想好了 把这结尾都想好了 但跟我想都不一样 我想既然扣招要开门 我们趁上机会把这门 就卡住了 关不上 他想既然要开门 最后还是要关 所以一开始 我就把自己的尺度弄合适 让你关的时候 我也在里头 我都进去了 对不对 不会有麻烦 那很多时候 那我干嘛当所有人的群呢 那不是给流放了吗 我不要写那么凶的 你看有个有些苏联作家 你二十大出来 你写了些也挺接触现实的 挺生在国际上的很大影响 到后来气候变了 他也没事 他们就愿意当那种人 什么爱托马托夫 他们就喜欢当那种作家 先就可以自己打定了主意的 知道免不了会有个开放 会有些新东西出来 比如说谈人道主义 为什么谈人道主义 成了个热门题目呢 就苏联就谈呢 而且苏联不连日经福时代之后 还是谈还是答应的 那个是那种正统的了 虽然到后来 他这个东西越来越没有他的批判性 因为本来就是很虚的东西嘛 那当然后来就没有什么批判性了 那么他们就不能 就先就想好一个角色 就希望趁着这个一个开放的时机 使自己的东西既能使用是好东西 同时呢 又能被新的重新建立起来的体制所接纳 有很多人 当然很多 其实我知道 就是这么想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还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本来就不行 即算是这些人放起来功力 他非常勇敢 他已经彻底对体制进行否定了 这个是不用还你的 只是说这个里面出现两个东西 一个是非常浅的 没办法 第二个呢 他比你还更有力量 对社会产生影响 就是你这里想半天 你这里楼下半天 人家一个弄就把你宣翻了 对不对 是他把最后一个例 让别人把门给关掉 对 你也五个拉火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当然当然 所以这样一点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 当然我当然有很深的感受了 是吧 特别在那个时候 那 你想 我当然希望 不管是文学上 或者政治上 或者哲学上 有些更好的 更优秀的东西出来 而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出来 你看完之后 能够入我们的法眼的人 真是寥寥无几 而且能够觉得好的 那就是OK 那个程度 对不对 当你觉得 这个真棒 就找不出来嘛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 怎么把 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 私信 把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更好的呈现出来 而这个呈现 不是像社交媒体 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咱们建立一个 建不论丧事 弄自由 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和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 电视平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 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 也因此得以增加 建立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要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 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